窦井不來爆口角 男摩鐵遭砍六刀 五名男子哥哥帶受帽子 凶手扼煞步步逼近 他們還真的不懷好意 沒多久摩鐵就來了台救護車 因為他們砍人了 21歲簡訊男子全身被砍了六刀 傷口至少都有六公分長 下手這麼凶狠為了什麼 這個關係狀況有起徵 然後簡訊男子有動手打這兩名 後來到場的男子 原來他昨天晚上11點多 和兩男娘女到摩鐵唱歌開發 但凌晨來了兩個朋友 簡訊男子認為他們 把兩人轟走後 等著對方落了五個人來理論 吵一吵就拔刀砍人 可能太丟臉 男子受意時還撒謊 是自己心情不好回刀自殘 警方不信掉了監視器後 他才改口 目前警方已經掌握 看人嫌犯身份及車輛資料 全力追捕 突發中信息拍報道